在刚刚节目当中一人侯昌明分享了他的退休生活 虽然有钱又有闲 但是十个月就打了退堂股 因为他说真是太无聊了 他认为生活还是得要有个重心 所以付出开店 而接下来这个报道 他还要进一步分享多年来他的投资心法 曾经他对股市投资自认很有一套 但是一次失败的经验几乎打垮了他 个人九成的资产瞬间蒸发 损失高达八位数 他如何面对再把钱赚回来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残配三千万手上的资产瞬间蒸发了九成 侯昌明整个吓傻 但也体会到分散风险的重要 所以我才开始修正 把全部在股票里面的部分 比例压到一个程度 让一个比较稳健安稳的放大到一个程度 所以开始有保险基金 稳健的配值高值利率股票 创了理财621公式 也就是说股票占资产六成 房产两成 基金占百分之十 其他继续和现金大约一成左右 透过分流的方式做好资金控管 夫妻俩更将不少资金拿去购买六年期的美元保单 期版后每年配息大约八千块美金 相当于24万新台币 当作全家的旅游基金 因为这个钱是每年都来的 我的任务就是把它花完而已 我就很放胆地花它 所以例如去吃神户牛排 一小块这么贵 五千块台币 你怎么往是吃得下去 我就给它吃下去 就这是规划 对股票的投资标的 也有自己的一套选择方式 它不在听信名牌 而是抓住一两只自己了解的个股 彻底了解它的历史走势和财报 你如果当年你 跌到破十块 你在想说这受不了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好公司 然后你就急着杀掉了 你就受不了了 杀掉了 现在你的三百块 你绝对没办法赚得到 甚至更早之前 智慧新手机刚刚推出风鸣一时 它也曾是宏达店的股东 2005年从股价200多元开始敲进 分平买到380元 不到一年卖在500块出厂 我没有说特定一定是什么股 但是我认为比较肌优 然后比较可能还甚至有成长性的 我就会顾问 但我们现在架上大概有 可以有15种口味在里面 这些口味可能在外面也说 打包猪也可以做成派 南瓜鸡肉怎么可以做成派 香肠也做成派 OK 这就是我们的用意 把世界各国不一样特色的美食 把它融入在派里面 变成一个派的呈现 因为曾经惨赔跌倒过 侯昌明投资理财 现在更稳扎稳打 从演艺圈以外的版图 继续累积财富